二項質詢 陳淑莊議員 及肌樓室缺乏正常照明及間隔 而當中部分人聲稱在該中心內被警員侮辱、虐打甚至性侵犯 警方自9月2日以來沒有再把該中心用作拘押示威者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該中心自何時起成為警方的常設拘留設施 該中心的設施包括肌樓室、守身室、口供室、會面室、 覆蓋上蓋設施的閉路電視系統、廁所照明、供電及供水 在過去三個月內有否損毀的情況 以及該等設施與大部分警署的設施是否相約 鑑於警方的慣常做法是把被捕人士送往就近警署拘押 警方每次把示威者送往該中心拘押的具體原因為何 何人作出不再使用該中心拘押被捕示威者的決定 而8月5日至9月2日期間被送往該中心的拘押的示威者總數 並按他們被捕的日期所屬年齡組別 即14歲以下14至15歲、16至24歲、25至39歲、40至64歲及65歲或以上 性別在被捕時有否受傷以及在該中心內有否受傷 以列表出分項數字 及3、有否接獲警務人員在該中心虐打及性侵犯被拘押者的資料及證據 有否就警務人員在該中心內虐打及性侵犯被拘押者的指控進行調查 如有調查而結果為指控屬實 涉及警務人員已經或將會受到什麼處分 主席 警方一直是自力保障被擊留人士的私隱和權利 包括尋求法律援助 和親友聯絡 獲提供在警戒之下所作的書面記錄副本 供應食物和飲品 以及尋求醫療診治的權利等等 任何被捕人士 一般是不會擊留超過48小時 任何人士被警方拘捕之後 都會盡快去帶到植入官之前 去確定他的拘留 以及拘捕的合法性 其後交由調查隊伍去調查 之後會決定是否需要擊留有關的被捕人士 警方不時檢討擊留設施 上一次的大型全面檢討 是在2008年至2012年 並且全面改善了有關的設施 在保安和安全方面的措施包括 一、盡可能除去機留室裡面 可以用作自殘的結紮點 第二、移除設施的鋒利邊緣 以及將長角的邊緣 改為磨圓的設計 第三、機留室裡面安裝一些廣角鏡 確保人員在巡查機留設施的時候 並沒有盲點 第四、安裝對港機 以便被機留人士和負責機留設施的人員聯絡 以及第五、在機留室的地面 加鋪防滑的物料等 另外在保障私隱和權利方面的措施是包括 一、設置時鐘在機留室的走廊 二、提供乾濕紙巾 以及個人的衛生包 第三、在機留室外通道安裝告示板 顯示有關被機留人士的權利的通告 以及第四、加裝熱水、沐浴的設施等等 就問題的各部分,我回覆如下 一、位於民感度新屋嶺的拘留中心 在1970年的年代開始運作 當時主要是用作遣返偷渡者 至今警方和入境事務處 是共用有關設施 新屋嶺拘留中心在設施、整體保安 以及對被機留人士的安全、權利、尊嚴 和私隱的關顧方面 和一般的機留中心相約 符合保障人權的基本要求 新屋嶺拘留中心 由打鼓嶺分區警署管轄 24小時運作 警員分早、中、夜間輪流當席 負責管理和看守被機留人士 中心設有四個機留倉 眾多同事 中心整個機留倉 總統在獨特農,中心相約 會有四個機留 꽃 和牲土餐來面 都有主要的長大 那一間房間可以容納 也有四個機留樓 在這段日子 即是8月5日至9月2日 中心設施並沒有任何損毀的情況 在6月9日起 香港的示威和衝突持續不斷 截至10月24日 警方一共拘捕了2711人 考慮到警方在行動中被捕人士的數目 各區警署要應付行常繁忙的運作 以及處理示威中的大量被捕人士 有個別警署更是在示威期間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攻擊和破壞 在顧及各個警署的機留室使用量 以及它的承受能力 警方按著行動的需要 使用新屋嶺、拘留中心 處理行動中的部分被捕人士 目的是平行各個警區在處理機留方面的工作量 確保在設實可行的情況之下 能夠盡快完成對被捕人士的處理 和初步的調查 以及盡快決定是否需要機留有關被捕的人士 避免不必要的延誤 事實上 新屋嶺居留中心面積 較一般市區警署的機留中心大 能夠融入較多的機留人士 第二 新屋嶺居留中心 曾經在8月5日至9月2日的期間 共使用了四次去處理182位 在涉及與修例有關的公眾活動中被捕的人士 分別是120名男士、56名女士 年齡介乎14至62歲 這四次分別是在8月5日至7日 8月11日至13日 8月25日至26日 以及在9月1日至2日 在2019年8月11日至13日 經新屋嶺居留中心處理的 53名被捕人士裡面 共有30名人士聲稱是要醫療診治的 其中10名人士在抵達新屋嶺居留中心的時候 報稱受傷 其他人士報稱不同情況的身體不適 而並沒有任何人士報稱在機留期間受傷的 在使用這個機留中心處理被捕人士的另外三次裡面 是沒有被捕人士在機留期間 報稱受傷或者要求接受診治的 第三 截至10月31日 投訴警察課 接獲了三宗關於新屋嶺居留中心的投訴 包括一宗是涉及行為不當和不禮貌 以及兩宗由非當事人作出的投訴 個案分別是涉及一項毆打 和一項疏忽職守的指控 當中是沒有涉及所謂性侵犯激流人士的投訴 陳淑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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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 多是我 就有作出一个统计 因为新屋岭拘留中心 就在九月底 就经特首在一个社区论坛当中宣布 就停用之后就没有再用 但是当中就涉及了很多的疑问 包括刚才说的一些投诉 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用 因为有大量拘捕人士 而所以就要使用新屋岭 我就很想问一下 究竟在我的问题第一的部分 写得很清楚 是什么人作出不再使用 该中心作拘押被捕者的决定 但是这个部分 是没有在问题的答案那里出现的主席 我起码至少我觉得我有权 追问这个部分 为什么局方是不直接回应 哪一个做决定呢 谢谢 局长 多谢主席 简单的答案就是 是由警务人员 他们自己在指挥的考虑里面 作出这个决定的 多谢主席 警务人员是三万多人 究竟是这样的 陈淑庄議員 陈淑庄議員 我回答你什么问题 我问他谁啊 主席 谁不是警务人员 三万多人一起决定的 集体决定 现在是不是投票决定啊 还是怎么样啊 我问他谁决定 很清楚 你指出你的问题 请你坐下 请你坐下 局长有没有补充 多谢主席 任何决定 警务署长都要负责 所以在警队去决定 作出不再使用这个机留中心的 当然 最终的同意这个决定的 一定是警务署长 多谢主席 邵家俊严 主席 既然新屋岭 区留中心已经停用 但是为什么 在星期日 拘捕浸大学生记者的时候 警察是会说 新屋岭玩鸡尖好好玩 入到新屋岭 你没得再说的了 如果新屋岭已经停用的话 为什么他会说这些说话 十月中有明报的民调 他说超过一半的市民 对于警方信任度是零 局方既然说是没有再 没有再将新屋岭 作为一扣押用途 会不会安排议员 去到新屋岭 和其他交流中心 实地去视察 以释除公众疑虑 谢谢主席 局长 多谢主席 我必须指出 在被捕人士 他被捕之后 并可能会面对被检控 经验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他都有不同的指控或者投诉 但是他的指控或者投诉 必须要基于事实 所以我不会去 因为某个人作出了任何的一些说话 特别他是被拘留 被拘捕 也都可能将来是面对 诉讼的情况之下 作出的任何一些说话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新屋岭是否还使用呢 当然将来他被捕者会告诉大家 也事实上大家看到 任何人士 任何人士他被拘留之后 他都是有自由去 讲述自己的一些事情 虽然未必有事实根据 而警方已经说了 他们不打算再用这个基留中心 主要的原因 也都免于任何一些不基于事实 而作出的一些指控 或者一些猜测性 这都是为了令到整个社会 不需要作一些不必要的纷争 或者讨论 多谢主席 没有回答你有什么问题 局长的说法就是说 请你指出没有回答你有什么问题 这个不是变化 他会否安排议员去参观 新屋岭的计划中心 和其他的中心 局长有没有补充 主席 我相信这个事情 可以经过保安事务委员会提出 我们在那里作一个决定 多谢主席 王定光议员 主席 持续四个几 差不多五个月的暴乱 警方是拘捕了大量的示威者 警方为什么要使用 新屋岭这个拘留所 是不是因为警署里面的拘留所空间 不足以应付被捕人士 还是警署受到不同程度的襲击 就此 我想知道 市区里面警署 是不是以不够地方 去扣留这些示威者 这样一来 如果触犯其他罪行的疑犯 警方是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警署不够地方 警方拘留这些其他罪犯的话 那这些罪犯 会交给到哪里去拘留呢 这个 这么多 现在这么多的暴徒起床 拘留了 那警方是如何处置呢 王议员 你问了很多问题 局长你回答一条问题好吗 谢谢 谢谢刚才的提问 事实上 现在因为 这么多 游行示威 而且涉及暴力的一些行为 因此被拘捕的人士相当多 大家都知道 到现在我们大约已经拘捕了3000人 那这个数字 跟我们在过去20多年 所因为这一类的活动而拘捕的 是真的 非常之分别大的 是制造了不同的压力 给警署 警务人员 以及机留设施 绝对同意的 所以在考虑用什么机留设施 去处理大量的被拘留人士 警方必须作出不同的考虑 包括 刚才我主席答案说 是如何令到 不影响日常的警署运作 就等于王议员所说 另外也希望尽快去处理它 因为假如 过去的惯例就是 所有拘捕人士在一区 去回当区 如果当区也有百多人被拘捕 那那个警网 同时间处理百多人 肯定是塞车 以及是延误了处理的 所以警方是基于考虑 把人士分散 王源所说 如果 因为这些拘留人士这么多 会不会影响日常其他案件的激留 是会的 其实 我们应该面对一个事实 我也希望在这里说给大家 无日无知的暴力示威 无日无知的破坏社会安寧 的确导致警务人手 以及服务 是有沉重的压力的 所以很多平常做到的服务 现在是做不到的 现实就是这么多警务人员 而要处理的事务这么多 一个人只有24个小时 两个手两个脚 所以大家要面对一个现实 我也要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无日无知这些暴力行为 只会令到整个社会 在多方面受损 除了财物以及人生安全等等以外 服务一定会下降的 就是因为人手的压力 所以简单来说 在决定如何积留 放在哪个地方去居留 如何处理 都是去考虑实际的行动运作 暢信程度 以及我们不影响其他 尽量不影响其他的工作 减少不同警署的压力 特别现在除了要处理击人士之外 很多警署可以是被攻击 被围 被襲击 警方也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因而要考虑的因素 也是多方面的 多谢主席 主席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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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整個新屋嶺都沒有閉路電視 而這一點是否正正就是新屋嶺 和其他機樓設施的最大分別呢 局長 多謝主長 我相信這個可以說是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當時是沒有閉路電視的設施 但是在10月 警方已經在新屋嶺是裝了閉路電視的 多謝主席 蔣麗雲議員 他回答你了是嗎 你回答我 這是不是新屋嶺和其他機樓設施的最大分別 局長有沒有補充 我相信這個可以說是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當時是沒有閉路電視的設施 他在10月之後已經安裝了 多謝主席 蔣麗雲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剛剛局長在回應那裡 他就說 截至10月31日 指在新屋嶺拘留中心的投訴 就是沒有涉及所謂性侵犯機樓人士的投訴 但是早前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有一位姓吳的中大女生 指警方 警方在新屋嶺 就是要求一些人入黑房 脫衣服 以及不僅一個人受到性暴力 性侵和虐待 當時姓吳的那位女生 是指她自己面對這些事情 我想問一下局長 警方有沒有跟進 以及接觸這位女同學 清楚了解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局長 謝謝主席 我相信警方以及政府都在不同的場合所說過 我們現在面對經常有很多無中生有 有很多謠言 有很多不符實實的抹黑和指控 剛才所說有指控是在新屋嶺涉及性侵犯 在新屋嶺涉及性侵犯 我們接受的投訴是沒有的 還有我留意到 所提出的人士 亦都由案發現場 突然改變了 不是在新屋嶺的 是說在荃灣警署的 第一個地點就轉移了 另外亦都將所說的內容 又改變了 例如開頭是說及去脫去所有衣物 他的說法亦都改變了拍打他的身體 這方面我們是沒有收到有關人士的投訴 我也都希望有關人士盡快 如果是真的有這樣的經歷 盡快向我們投訴 以及給口供 給口供大家都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東西負責 就不可以信口開河 無中生有不負責任 我們一定會公平公正地處理 任何人在法律前面都是平等的 我們會認真地跟進所有的投訴 多謝主席